大家都知道,在古时候,由于科学技术不发达,人们对于自然的认知并不完善,因此便出现了许多众神,他们存在于人类的幻想中,但是,有些地方不信奉神灵,却信奉活人,直到今天这些风俗还在世界各地存在,今天小编就给大家讲一下我们邻居尼泊尔的活女神。 活女神被人们相信是印度王权和庇护的神员,也是其教徒的精神支柱,尼泊尔上至国王,下至百姓,对活女神之的崇拜都很虔诚,甚至国王见了都要下跪,这里是单看世界。 戴尼领略全球风云,探寻历史智慧 相信去过这个国家旅游的人都听说过,活女神这套故事,她真实存在于当地人的生活中,被称为库玛丽,亦为处女神,尼泊尔全国上下对她十分崇拜,活女神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马拉王朝,后被沙阿王朝继承,一向受到印度教徒和佛教徒的共同崇拜,根据印度教圣典记载,女神是南吉姆智慧女神的化身,亦是力量神的象征。 活女神被人们相信是印度王权和庇护的神源,也是其教徒的精神支柱。 尼泊尔上至国王,下至百姓,对活女神的崇拜都很虔诚,活女神彻挑选是极为严格的,她必须出自佛祖释迦牟尼出身的释迦家家族,且祖辈必须生息在加德满都的两条圣河,即巴格玛地河和威斯奴地河岸边,出身清白,没有任何污点,她必须具备32种美德,没有任何瑕疵,更不得见血。 即使被划破了也不能流血,女孩的星座必须和国王一致,女孩的身上不能有任何伤疤,不能生过病,流过血。 另外,她还必须不惧怕黑暗,在检验时必须同杀来祭祀用的羊头和水牛头共处一室。 度过一夜,以检验其不惧怕黑暗,最后几名候选女童找到之后,甄选委员会还要通过一系列严格的考验,以选拔出拥有超人能力和智慧的一位。 女童如果被选中,就离开了离开了正常人的生活,终日生活在库玛里庙中,开始她极为荣耀却又孤独的活女神生涯。 每天早上七十之前,她必须在随从们的帮助下梳洗打扮,穿上库玛里的服装。 在上午九十许,她必须坐在金黄色的宝座接受民众的朝拜,每天十二时和下午四时,活女神会身着特有的红色服装。 头戴银饰出现在窗口供游客们瞻仰,不过在闲暇之间,她可以随便和玩伴们玩游戏,活女神在重要的节日要外出巡游,平时也要接见信徒,但是其双脚不能接触地面,作为神。 她的一言一行都被朝拜者看作是极凶的标志,因此大多数情况下,女神接见民众时都必须面无表情,也没有任何动作,直到女童的青春期到来。 下一任活女神接班,此时她便可以退位了,她可以保留的是一枚金币和一件她平时接受朝拜时穿的红色衣服。 当然,政府给在职活女神每月600元,以及每月100元的教育补贴,这差不多是尼泊尔最低官方工资的两倍,退位后的津贴是每月300元,终身享用,由于他们几乎没有读过书。 加上长期与社会生活脱节,退休之后的女神们只能待在家中,靠父母、亲友和好心人赞助生活。 而更残酷的一种迷信说法是,任何男子只要与前任活女神结婚,会在半年内死于可血,这使得女神们退休后的生活变得更加孤单,最终导致许多女神们退休后被迫终身不嫁,只能空手归房。 实际上,两国之间的纠葛在古老的公元前就出现了,印度是个历史挺长的国家,虽说断代问题严重,可谁也不能不承认,印度的过往历史很长,在古老的封建社会那时候,啥都缺,可就是不缺斗争里的失败者,好比中国古代,到了王朝末年,争宠没成的军阀会往边境跑,在印度社会里,斗争失败的人也会逃往当时的不毛之地。 尼泊尔就是这样一处所在,像公元前在尼泊尔成立的基拉特王朝,公元四世纪出现的历查维王朝等等,这些王朝的创立者,多数都是从印度跑到尼泊尔去的,打一开始就跟印度的统治者有仇,在公元十三世纪的时候,再有一批斗争中失败的人来到了尼泊尔,他们把本地的历查维王朝打败后,创立了马拉王朝,虽说他们是失败者,可他们的文化水平和发展进程远超当地, 像号称统治第一的宗教印度教就在里面,为了保住自家的统治,马拉王朝也着手推广印度教。 慢慢的,印度教在尼泊尔地区变成了占据主导地位的教派,到了十八世纪末的时候,尼泊尔地区的统一王朝,沙阿王朝成立了,正是从这时起,这个过去一直只能被动被印度欺负的地区, 有了打量对方的本钱,沙阿王朝没多久就占据了北印度很大一片土地,在其建立者普利特韦的带领下,这位也是一代杰出人物,沙阿王朝竟然打起了我国西藏地区的主意。 这支刚建立王朝的军队曾经到了日喀泽,竟然让驻葬大臣不得不赔款,这中国当然不能忍,清朝马上派军队展开反击。 把尼泊尔打得服服贴贴称臣才算完,打那以后,尼泊尔就成了中国的附属国,按理说,印度和尼泊尔往后应该没啥关系了,那时候印度被英国殖民着尼泊尔是中国的蜀国,两个大国之间就算有争端也都在暗地里,没法拿到明面上来, 但谁都没想到英国人居然如此贪婪,借着和印尼的领土争端这一由头。 英国拿边境领土纠纷做借口,向尼泊尔发起了侵略战争,在侵略刚开始的时候,尼泊尔军队凭借山地的地形展开了强有力的反击,使英军损失很大,不过到底国家小又贫穷,在1816年被打败了,还签了一堆不平等的条约,在这当中有割让土地这一项,并且这割让的土地, 差不多占到了尼泊尔领土的将近三分之一,这就是尼泊尔和印度近代矛盾最初的一个来源,领土争端,这也是开头印尼交火的缘由,他们就是在两国的领土争议区打起来的,但这不过是两国矛盾的一部分而已。 后来清朝衰落了,尼泊尔也就顺理成章的不再是蜀国,1923年得到英国认可后,尼泊尔实现了主权独立,并且跟英国关系紧密,1947年印度实现了独立,尼赫鲁政府开始掌权,但这上台后的尼赫鲁政府仍然把大英帝国当成荣耀,所以呢,对尼泊尔的控制和针对一点也没少。 1950年,印度硬逼着尼泊尔签了贸易条约,借此从经济上间接把控了尼泊尔,他们居然强行征召尼泊尔的士兵进入印度军队,让这些士兵给印军当炮灰,更让人来气的是,这支部队连最起码的军饷都没个保障,要知道有压迫的地方就有反抗,虽说尼泊尔高层亲印的人不少,可在老百姓当中,尼泊尔和印度那绝对是互相瞅着不顺眼的坏邻居, 同时呢,在文化方面,印度一直没停下对尼泊尔的同化,1962年的时候,尼泊尔国王把印度教立国这一理念写进了宪法,明确规定尼泊尔是印度教国家,你要晓得,印度教就是起源于印度,把印度教弄成国教,印度就更有由头对尼泊尔搞间接管辖了,但印度教就算对上层来讲是个厉害的东西。 说到底,也没人会不要那几乎永远的统治权,但对于底层的人而言,以种姓制度至上的印度教使得他们的日子更难熬了,原本就糟糕的印尼民间关系变得更差了, 这说的就是印尼两国关系的发展历程,简单点说,最开始的时候,尼泊尔算是印度逃犯的一个聚集地,好多印度的失败者都逃去了尼泊尔,这些失败者打从一开始就仇视印度,等到进入近代的时候,这种上层的矛盾跑到了下层,说到底就是印度对尼泊尔这个国家以及国民的压榨与同化。 这啊,就是印度和尼泊尔两国关系糟糕的历史,就算不看历史那方面,但从现实的情况来讲,尼泊尔跟印度之间的那些矛盾纠葛也没法调和,就像1989年,尼泊尔向印度提出了,他们想修改1950年前的不平等条约,但印度哪能同意啊? 对印度来讲,这个不平等条约好处满满,所以尼泊尔的要求毫无疑问被拒绝了,甚至由于要报复他们提出的异想天开的想法,印度居然对尼泊尔搞起了经济封锁,这直接让尼泊尔陷入了动荡,这可不只是个单独的例子。 在2015年,印度又对尼泊尔搞了封锁,这是由于尼泊尔对印度的一连串蚕食举动,加强了防备,向经济援助了,邀请尼泊尔的精英年轻人去印度,培养他们亲印的念头和想法,还有大量输送印度移民以及所谓的公投之类的。 在尼泊尔这边想啊,如果这一连串的措施一直这么搞下去,那尼泊尔还能是原来的尼泊尔部,迟早有一天,尼泊尔得被并进印度里头去。 所以,他们慢慢开始拒绝印度给出的诱人好处,但就像前面讲的那样,印度的回击也特别厉害。 2015年9月24号,印度政府把尼泊尔的燃油运输线给掐断了,原本每天300辆卡车运输的燃油一下降到了每天只有5到10辆。 赶巧尼泊尔遇上大地震,印度连粮食、蔬菜、药品还有抗震材料的出口都停了。 这种落井下石的举动给尼泊尔的经济造成了特别沉重的打击,尼泊尔本来就是不发达的国家,又地处内陆山地。 印度的贸易额在尼泊尔贸易总量里占比超过60%,印度突然停止进口,尼泊尔的经济下滑得厉害极了。 实际上,尼泊尔面临的状况更糟糕,经济近乎瘫痪,国内也越发动荡。 一直到2016年2月,尼泊尔政府做出让步,印度这才停止了封锁,也是打从那以后,尼泊尔对印度愈发警惕起来,他们慢慢开始去印,不再依赖印度。 尼泊尔着手跟中国建立关系,进口燃油,还修建水电站,光伏发电厂之类的,而这恰恰是前文提到的印尼冲突的缘由之一。 不过尼泊尔这个又穷又小的国家,在面对块头超大的印度时,并没有低头服软。 2020年6月18号,也就是冲突过后的第三天,尼泊尔陆军参谋长去到领土争议地区,进行前线战备督导工作。 简单点说,尼泊尔现在是战备状态了,已经做好准备应对印度的军事打击了,所以说总体规模跟印度比差得老远。 但尼泊尔觉得印度国土大,兵力不容易快速集结,而且尼泊尔地形复杂,山地多,要是真打起来,在局部战争中他们不一定会输。 好在最后双方没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,而是依靠外交手段,但他俩的矛盾还是有了,或者说越来越严重了,两个国家的现实冲突可不单单是这样,大家都知道,2020年新冠在全球爆发以后,印度竟然成了一个吓人的养骨地。 好几百万人的穷老百姓藏在贫民窟里,祈求老天保佑自己平平安安,可必要的出门,缺少医疗资源,还有又脏又乱又差的环境,还是让他们陆续都被感染了,让人更难受的是,这些贫民压根连被报到的资格都没有。 在印度人眼里,贫民的死不算是死,就只是正常的损耗而已,好多贫民都死了,就算死了成千上万,甚至十万之多,也没引来多少关注,他们唯一现身之处,就是网络上一张接一张烈火熊熊的火葬场画面,由于印度政府不管不顾,新冠毒株一个接着一个出现。 超级病毒也慢慢被培育出来了,更吓人的是,这种超级病毒居然跟着恐慌的人群朝远处扩散了,首先受到影响的是印度的邻国尼泊尔,它跟印度之间有着数不清的纠葛,好多印度人都逃往尼泊尔了,这使得刚因为接受了中国疫苗援助情况有所好转的尼泊尔,感染率又达到了新的高峰,而且这些印度人还冲进尼泊尔的医院,把尼泊尔本国的医疗资源给占了, 要晓得,尼泊尔自身国力薄弱,医疗资源也少得可怜,给本国人治病都费劲得很,哪还有精力去管印度人要? 但印度人可不在乎这些,在他们眼里,整个尼泊尔全国的人都是守陀罗、贱民,而印度人自己反倒是高种性,他们索要医疗资源,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? 让老百姓心里难受的是,碰上这种事,尼泊尔当局压根管不了,要知道尼泊尔好多事都得依靠印度, 他们可不想再遭受一回经济封锁了,实际上,2015年紧急封锁纳战过后,尼泊尔就展开了大规模的去印化行动,之所以这样做, 一方面是因为印度的封锁,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民间长久以来积累的对印的那种情绪, 尼泊尔现在民族主义浪潮可凶了,在国内的舆论里,反抗印度,摆脱印度人的声音到处都是,但在南亚能跟谁合作啊? 好多国家,不是从印度分出去的,就是印度的盟友,所以呢,尼泊尔就选了邻国中国,起码中国不怕印度,倒不如反过来说,是印度怕中国才对。 于是,在2015年,中尼签署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建设的谅解备忘录,一带一路战略在尼泊尔展开, 2015年尼泊尔遭到经济封锁时,赶紧向中国采购了1000吨汽油,还通过中尼公路运进去了,这把印度给弃的不行, 同时呢,也成了促进中尼关系的一个契机,随后,中尼两国合作越来越紧密, 2016年,中宫国际公司负责承建尼泊尔的伯卡拉国际机场,并且正式动工了, 2018年,中尼签了协议,中国的七个港口开始跟尼泊尔搞国际贸易, 这下就有力地打破了印度对尼泊尔的贸易垄断,不过印度仍然是尼泊尔的贸易大国, 在尼泊尔国内依旧占据着重要地位,而且,他们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锅里的肉跑掉呀,肯定会去干涉。 2017年,尼泊尔跟中国本来都说好了,要搞一个价值25亿元的水电站项目建设, 但在印度的倒固下,亲印的党派把和中国的协议给撤销了, 这使得中尼关系有所变差,不找中国,还能找谁呀, 咱也不清楚两国之间的具体情况,不过估计印度是承诺了。 中国不见的话,那就我们来见,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, 印度没那个本事,也没法建成这么大的工程。 在2018年9月,尼泊尔最后还是把工程给了中国, 尼泊尔有不少相应的政策和措施, 像2015年对华友好的总理上台, 2020年签的中国与尼泊尔过境协定之类的, 我们觉得吧,随着时间不停往前, 中尼合作关系越来越深, 尼泊尔肯定能走出更自主独立的国家发展之路。 尼泊尔肯定能走出更自主独立的国家发展之路。